十位到三峽去看了房子 尾仙们也得到一场重病 以前我的技巧没有这么 道行没这么高升的时候 其实也都不知道 然后有一次就跟朋友去看房子 说到这个就是如果你房子空太久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房子不能空太久 空太久就会有东西住进去了 我们去看那个房子 它已经盖好了一段时间几年了 算是新古屋 没有人住没有装潢 没有人住没有人装潢 然后去看房子 那个房子其实有规定 就是要付仲介费一百块 看房费 房仲要付钱 那因为他拿着卖 然后我们就去看 然后房仲就付了一百块 一群人就这样子上楼去了 然后上楼去进去 踏进去我才走到客厅里 我看一分钟而已 然后我朋友就说走了走了走了 我才看一分钟 就走了全部走下去了 然后我说发生什么事 因为房仲脸就很臭 我才付一百块 你们才看一分钟就要走 你不要给我争吵 然后我朋友就说 不行啦 主卧室坐着一个人 一五块 他看到了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看得到 主卧室坐着一个人 然后很哀怨 奇怪 男生 不是啊 就看到他赶快走啊 因为我还在客厅嘛 我想说我卧室才没进去 他说不要看不要看 快走这样 好啦 那这个主卧室住一个人 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是 就是太久没有人住 就会有人住进去 因为阿飘也需要房子住嘛 最后人那个人要加引号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人这样 那后来看完房子之后 当然我们一群很多人嘛 那个是看得到的 那我呢 就是回去就是生病一个月 就生重病 就是感冒发烧那样子的病 那当然不是真的是遇到感冒发烧 就是你就觉得 那个爷爷就是 生不如神 整天想睡觉这样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更妙 他后来就讲说 他走到那个大门口 那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脚步一沉这样 好像那个低血压 突然间沉了一下这样 那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后来在 原来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 所以他的守护神还是什么 去提醒他说 这个房子有东西 要他小心一点 所以他在门口就会脚步一沉 好像要掉下去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房子 会担心这个事情 或是你巴士不够重 或者是你最近身体不好的时候 要带三小去看房子 带三小 我们NCC有你看到 三小 三小是真的 三小是小孩小狗跟小猫 带狗跟猫去 小孩小狗跟小猫 为什么 就是小孩有时候会看到东西 像我姐的小孩 有一天在家里 就玩玩就说 妈咪 天使 对天使 指的外面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指的外面说 有天使在外面跟他们 要来跟他小孩子玩 所以有些小孩是看得到的 那当然带小孩怕小孩又耍掉 不好意思 那基督教其实也是 人要走的时候天使会来带走 对对 一样有这个东西 一样有这个东西 所以 所以他就觉得 那当然不能常带小孩去 因为有些空间 比较脏小孩去也会耍掉 不好 或者说你真的是遇到一些 为什么是小狗小猫也要带去 不是大狗 小狗是因为比较敏感的那种 什么弄比较小资那种 他遇到一些不好的空间 他会很急躁的转转转转 或是他想要跑掉离开 如果说你狗到这个房子里面 狗就乖乖的这样子 你去拿他跟着拿的话 那表示空间是好的 那小猫呢 是猫会跟 跟他们对话 所以如果小猫你看到那个 对着空气 表示东西有东西在里面 如果说 那个猫能够过来给你抱着 空间就是很安全 所以就带小孩小狗小猫 不要带自己的小孩 带别的小孩 好